追求男女的感受 出名的感受 我是博士 我是拿督拿丁 听说还要用钱去买 所以我如果得到一个这种头悬 我是什么官员 那这种骄傲 傲慢 那你一定会很痛苦的 因为所有的感受都是暂时的 没有那个坐高位不下台的 你再怎么爱 没有不分开的 任何一个感官的身体的感受 那是迷惑你 让你痛苦的 所以各位不要追求这种 你对我好 所以然后呢 希望别人安慰你 那你会很痛苦的 人要耐得起孤独 不要依赖 特别是女孩子 女孩子认为感情是她的生命 生下来就希望找男人谈恋爱 好像没人爱我 哎呀 我就觉得很寂寞 所以好在你没人爱 你要有人爱 那这下你等于一只狗被绑了好几条绳子了 你不自由了 那现在的妈妈在问事情 先问师父我老公 问我呢 师父我儿子 再来 师父我女儿 天你都不问 师父马来人怎么幸福啊 印度人怎么快乐啊 众生怎么办啊 因为你的心就被这个执着的感情 感受抓住了 你不自由了 所以各位要了解所有的感受 眼睛的 耳朵的 皮肤的 中国人爱面子 哎呀 我们华人爱面子 这个面子值多少钱啊 但是你觉得 人为面子而死 对不对 胡死留皮 那这个会让你很痛苦 再来 观心无常 所以各位不要相信你的心 你的心被环境一直影响 我们要引导我们的心 念一下 一心念佛 安住空性 那你要把你的心的本体看清楚 我们的心跟佛的心是一样的 众生皆有佛性 只是我们的心被这个贪嗔痴 被种种外在的因缘影响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啊 你给他一部电脑手机 哇 他快乐了 你把他抢过来 他可能要跳楼了 他给你翻脸了 所以他的心已经不受控制了 他的心已经都被迷惑了 所以他的生命一定很痛苦了 不自由了 第四个正念 这个无我就是 他没有永恒不变 一切随缘吧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强烈的主宰 我的存在 爱情的存在 快乐的存在 国家的存在 那你会很痛苦的 每个人都觉得 我的宗教是最好的 这个宗教就像一铁药 这个药只像肚子不痛就好了 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 所谓的这个名字 但是每个人 大家都贴标签 我是华人 你是马来人 你是印度人 你是印度教 你是佛教 你是道教 每个人都不一样了 但是各位 凡事万事万物 它的存在 只是一个因缘所生 暂时虚幻的 空的存在 没有一个不变的 没有一个你在被伤害 没有一个他 在伤害你或爱你 那你要去体悟这个万法 都是无自信空的 因为因缘 夜暴 暂时存在 那你这样内心就平静 这个叫正念 除了了解这个真相 但是要对众生慈悲 而生起了四无量心的正念 念一下 慈悲喜舍 四无量心 你希望所有众生都快乐 所有众生都离苦 没有分别的去爱护所有众生 那你才可以保持 最后的念一下 正确的禅定 这个正定的意思呢 就是安住在空性 安住在菩提心 不退转 所以你的念头 那么已经不起心动念 只有对众生永恒的悲心跟爱 好 那我现在简单的讲解一下 我们今天八观灾界 就是要保持这样的生活 所以在身体上八条戒律 第一条不杀身 第二条不偷盗 第三条身体不淫欲 第四条 今天嘴巴不要去骂人 骗人 不妄语 第五条 今天要维持你的佛性 智慧 不要去喝酒 所以第六条 今天不贪这个身体的漂亮 擦香水 戴耳环 穿漂亮的 今天身体保持一个朴素 也不要洗香皂 没法衣 都不要 也不要穿动物皮毛的 这是不慈悲的 不慈悲的 现在的人类 把动物杀掉 用皮来做鞋子 来做衣服 好像比较保暖 安全 但是可怜的那只动物被扒皮了 为了天气呢 我要戴一个毛巾 毛的围巾 那这样就活活的把这些 兔子的毛 狐狸的毛 甚至我冬天到了 我要盖羽绒被 这些小鸭小鹅的毛 越细的越贵 越保暖 越轻 但是这是非常自私的 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上面 把自己嘴巴的欲望 建立在那些鱼啊 鸡啊 猪的痛苦上面 那各位要去思维这个道理 你了解他 你了解了众生互相依靠的 你伤害他就是伤害自己 所以今天也不要睡 夫妻大床 不享受这个身体的感受 平常我们喜欢躺大沙发 皮沙发 弹簧床 水床 什么床都有 那今天各位最好 睡一个 睡地板 睡单人床 硬硬的纸板 而且 你不要说 老公 你没回来睡觉 我睡不着 自己睡就好了 但是 你好像也抓住一个依赖 我家呢 我家有人呢 我要看到我的家人 看不到我的老公太太 看不到我的儿子孙子 我很难过 睡不着 他回来了 你才安 你才会心里平静 但是外面很多流浪狗 那跟我没关系 不要理他 所以 这种心态 你了解是自识的 是错的了 所以今天 不睡卧高广大床 今天 不唱歌 跳舞 听音乐 享受 眼睛的 耳朵的 鼻子的 嘴巴的 任何欲望 所以佛陀说 欲望 特别是男女的情欲 是生死 轮回 痛苦的根源 就从这边来了 贪 所以除了不伤害众生 我们今天 不贪欲 第八条 过午不时 嘴巴 吃 中午吃完 晚上不要吃 你会发觉 这样就 什么高血压 山高 都没有了 好睡觉 欲望 没有了 不容易生病 所以 只要有 华人的地方 哇 就吃的特别多 山珍海味 大家在这边享受 所以爸爸带着小孩 昨天我一来 刚好五六点 他们在路边 他排起桌子 全家在那边 夹螃蟹 夹龙虾 倒过来好了 让螃蟹龙虾 来夹你儿子好了 来吃你的腿 所以 现在想想 不应该这么做了 所以各位呢 学诸佛菩萨 过午不时 中午吃完 晚上 肚子很饿 不要吃 保持清静的心态 呵呵开水 一直到明天 上午 自然亮了 就舍戒了 24小时 八观再戒圆满了 先培养这种习惯 怎么样得到 八观再戒的功德呢 就这三条 以身业旗 则无慧恶 今天身体 刚刚讲过了 不杀身 不偷盗 不淫欲 不碍然 而且今天身体 拿来拜佛 打坐 做义工 等等 口业旗 则无诸过失 今天 不骗人 骂人 说是非 今天我们要 宋地藏经 念佛 持住 心业旗 则无烦恼 猪肉业因 那这是重点了 心态 没有烦恼 有烦恼 烦恼是什么 贪心是烦恼 爱生气是烦恼 于此邪见 不信因果是烦恼 骄傲 自以为漂亮 自以为比别人好 是烦恼 怀疑 怀疑佛法 乃至嫉妒别人 是烦恼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烦恼是你的敌人 你内心里面有烦恼 那这个心态 你就会引导你的身体 去造业了 杀身偷盗 血淫 然后你就会让你的嘴巴 去骗人 骂人 说是非 你的内心里面 又开始 我要赚钱 我要贪 伤害人 我要伤害他 乃至不相信因果的贪嗔痴 所以你内心只要有烦恼 你就会造业 你造业 你就会轮回痛苦 那各位今天 内心不要起贪嗔痴 傲慢 嫉妒怀疑 身口意 守戒律 你就种下 解脱轮回 所以佛陀说 一日一夜守八关灾戒 二十小节 不堕落地狱轨道出圣道 至少七世升天 七世做富贵人 一日一夜守八关灾戒 如果你能够为了解脱守八关灾戒 加三倍 六十小节的富贵 如果你是念下 发菩提心 为众生守八关灾戒 两百万节 没办法算的 两百万节 一节几十亿年 两百万节 不堕落伤恶到富贵自在 所以八关灾戒功德 不可思议 但是最主要是这个动机 你的动机 是希望消业障 消病苦发财 来世更好 那你一定要持戒 八关灾戒 加上布施 那以这个做基本 各位应该追求解脱六道轮回 像阿罗汉的心 那光自己解脱 还不慈悲 更要发起 以相信因果解脱的心 为基本的 这种 念一下 大悲心 大菩提心 大悲心就是为了帮助众生 为了就在帮助众生的同时 最好赶快自己成佛 因为成佛才可以就近帮助众生 负起所有众生的生命 生死轮回的责任 而发菩提心 但是发菩提心 千万不要舍弃帮助众生的行为 所以在努力的帮助众生的过程里面 那所有的功德 回向无上菩提 那如果你发这种心呢 那两百万节 而且呢 念一下 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对 你以正常的解脱 受八观灾界 一日一夜 中品终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以这种 为众生 你就可以上品往生 所以这个上品不是为自己 来 当愿往生父母 欺世父母 历代祖先 冤亲在主 所有往生排位 所有三恶道众生 永离山土 佛生净土 那你用地藏王菩萨的愿 来受傍晚宅界 那功德更大 所以各位呢 内心里面 除了没有自私的贪嗔痴烦恼 内心里面 生起这个 身性因果 出离心 大悲心 菩提心 将来受八观灾界 所以各位 必须一日一夜 离至前程 内与六念 尽其自益 平常各位就贪嗔痴 分别心 睡觉 但是现在不行啊 今天二十四个钟头 第一个宝石 念佛 所有的佛 大慈大悲 为我们而成佛 用各种不一样的善巧 方便 净土 来度我们 太慈悲了 三十五佛 八十八佛 千佛 要师佛 不动佛 各位都认识了 太慈悲了 他们都是为众生成佛的 要引导众生离苦的 第二 念法 那每一个佛 告诉我们 离苦得乐 解脱 成佛